去Power BI 里面的时候 就是选择PowerBI.Microsoft.com 的时候 记住 左上角这个位置 你卡住的时候就是你的Apps 行不行 到时候你应该起码 现在你没有问一见到 Mac Mail和Power BI的 对不对 那你选择Power BI 好似我这样 选择Power BI 但Microsoft 这个Platform 有个最差的地方是什么呢 现在你见到David 见到的东西 和你按到Power BI 之后见到的东西 是有出入的 是吗 我见到的东西好像跟你不同的 行不行 所以你开始的一个开端的位置 应该是怎么做呢 麻烦 左下角的位置 Power BI 隔了之后 左下角的位置 见到有个箭子 是写着叫什么 GET DATA 见到 按一按GET DATA 这个东西 行不行 那么GET DATA 现在应该 就算你用不用2016也好 都一定用到的 好了 讲到GET DATA的时候 首先和你讲一下Power BI Power BI 讲到没有 是一个砌Dashboard的东西 而是现今我们的主子很喜欢 要砌Dashboard 但记住 在Dashboard有个概念 你不要搞乱 跟刚才的GET DATA的概念 一样 行不行 就是以为那些主子 以为就做了一个 叫Dashboard 是什么意思呢 就做了一个很英俊的 一个 report 在一页纸里面 就看十几十个不同的 report 接着很high 这样 到时候如果想JU INDEF 看里面的数据 就double key 这个图 他就JU INDEF 比例的东西给他看 他以为这些就是 叫Dashboard 这么简单 这只不过Dashboard的其中一面 行不行 Dashboard 其实最好是做什么呢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做到 可以做Projection 做Procasting 都可以做到 而Power BI 可以做这些东西 例如刚才 我们要做Projection Forecast 这个汇丰究竟他的走势 会是怎样 我们其实在Power BI 可以做到的 行不行 好了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既然做Analysis的话 即是说我要放Data 放Data 有什么方法放的呢 留意一下 见不见到 My organization Services Files Database 见不见到 好了 首先和你解释几件事 Microsoft AppSources OK 那这些东西 基本上要继续帮水 被伟大的Microsoft 我才能拼搏 这些东西 行不行 那这些我们不用管 我们最主要来说 就是想想 如何把Data过去 行不行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File 订过去 一种是用Database 但见不见到 这里有一件事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叫Azure SQL Database 见不见到 知道什么叫Azure 知道吗 不如这么说 如果以后 有一天 各客打算在外面 开一间merchant的公司 行不行 开一间新公司 有些公司又要有些伺服 要提供给你的同事 去用 例如二十人或三十多公司 那你会用一个庞大的 IT部门去管理你的公司的伺服 不会 我就会帮助 给Microsoft 一个叫Azure 提供所有服务 给你 你只要上网 你就可以用Azure的伺服 行不行 E-mail 或者甚至乎 整个类似XTS的 trading system 放在他们的公司里面 叫Azure platform 明白吗 即是如果 你日后 如果这间公司 你是有在Azure上面 有个Database 可以直接接铺去Azure Database 就可以在Power BI 看回数据 即时看 是不是正好多 行不行 好可惜 你没有买这一样东西 不用得 即是用得这样的 OK 我刚才说一句说话 是给大家将来 自己成立公司用的 我认真说 Azure很便宜的 还有很多服务 是不用钱的 明白吗 我妈妈 想一下 如果将来要成立公司的话 大家坐下一起应用 行不行 好 继续 这里 Files 见不见叫Get 行不行 按Get这个键 Get这个键就精彩了 这个很重大的象征意义 见不见到 如果你的XTS的图片 整好的时候 就用过什么 自己上去Local File 大家见不见到 因为未来 其实我们公司 每人都有三个地方 去装东西 行不行 第一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SharePoint SharePoint是什么 就是我们平时公司 用的SharePoint 即是说 现在公司的Power BI 已经博取了我们的SharePoint 即是日后有些Data 你可以叫同事成组织 做事 Data更新的时候 放在SharePoint里面 你博取了SharePoint 这个位置 这个Power BI 直接去SharePoint 那个位置 拿出来做事 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是不是正 还有 你不想交这么大的 自己看 自己看有两个位置 一个叫OneDrive Business 这个就是公司给我们的OneDrive 这个位置很少空间 只能说50T的空间 行不行 好像50T还是5T 不记住 一个人 一个人好像有5T sorry说错话 一个人有5T 行不行 但明年会有10T OK 为什么呢 Microsoft教我 不要给10T给人 一次过 今年给5T 明年给5T 然后人们就会很开心 OK OK 继续 OK 你明白我说什么 OK 暂时要先给5T 听说话会 行不行 但是还没有开心 另外这个叫OneDrive Personal 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己建的 给自己的行不行 这个就是把自己家庭东西 这个就是把公司东西 都是Personal 这个就是公家 明白吗 那就是日后 如果你有些任何file update的话 update回这三个位置 其他位置 叫Power BI来拿data 会不会立即弄了 那些什么 那个dashboard 给人看 是不是 实际上是很用的 好 但我现在的file是Local 不好意思 先用这个 Local Local Localfile Localfile 刚才那个名字叫什么 叫SampleData02 UnderscorePowerBI Ad21062017 是不是 选择这个file double kick 好了 这个file 有东西的 刚才是不是在iGuru下转了 有没有下转 没有下转 先看着旁边 先看着旁边 好了 看东西了 你也要看东西了 好了 你的Localfile 他问你了 你想你去import Excel data into Power BI 你upload xfile上去Power BI upload上去 就跟它不融合 只不过就放在这里给你看 但如果是import data into Power BI 就真的做事 明白我这样 那我一定玩什么 import 麻烦 那import这个键 是否看到这个东西 是否有东西 是否有东西 有东西 是否有东西 underscore Power BI add 2106207 是否可以 好了 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怎么玩呢 留意一下 double kick 好 就是这个东西了 是否可以 这个大家一样 去到现在的东西 对不对 好了 首先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好 你知道吗 Power BI 它现在是web platform 对不对 好了 它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 iPad版的Power BI 给一些东西给你看 那原来呢 留意在这里 好了 现在放了东西 放在web上面 现在我将会砌一个这样的版面出来 对不对 好了 我砌完砌 那原来呢 见不见到 iPad是有个叫Power BI的App 在我给你的 其实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当你砌好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主旨 它只要用它的App 在它的iPad开出来 就可以看到你在砌什么 接着 它就可以很有型的 用iPad 在客人面前做presentation 明白我说吗 是不是正 这样 行不行 好了 而且你知道的 其实现在做 senior management 其实它不需要那部电脑 那部iPad 它就可以用iPad 看完你的数据 这样这样 这样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这些工作的 那些做小的 在这儿打打打打打打打 就是这么简单 明白吗 整件事就这么开心的了 好 但是怎么砌呢 好 见不见到右手旁 这里 是不是有TBLK×1 TBLGDP TBLLF TBLITS 见不见到 是不是有些这样在 好 这里其实有个意义 见不见到 这里全部都是table 就是告诉你 什么事呢 任何东西你要上power BI 你的数据 放在excel里面之后 都要把那些表 变成各个table 就好像刚才我这样做 明白吗 我把power pivot那边 全部都要 改名字给他 任何东西上power BI 都是一样 都要变成table 因为时间关系 刚才我的file 已经跟他搞定了 明白吗 变成了table 好了 那我分析哪个东西呢 好了 不如这样 见不见到 TBLGDP 见不见到 是不是有个这样在 好了 滴滴下去 是不是有不同的file 在这里 2014 2015 2016 有些data在这里 好了 接着我想用什么table 去摆东西的 简单点 用一些chip一点的东西 我用回 这个东西 可以吗 先用一些bar chart 我先用一个bar chart 是不是有bar chart resolization 卡一个bar chart 我有一个bar chart 你可以把它怎么样 有一个bar chart 在这里 我又可以怎么样呢 卡一卡这个位置 又加一个 py chart 在这里 行不行 对吗 我预计的位置有py chart 你知道的 那些典型dashboard 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十多二十个chip 在这些叶子出现 就会出现 版型 好了 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简单的 先做到这里 接着怎么做 我就说 我把country jack and job 拉到这边 行不行 我又把country jack and job 拉到这边 行不行 那这两个有country 对吗 继续 我将念问 2021年的数据 放在这里 我又将这个叫做什么 2021年的数据 又放在这里 看不见到 那现在在螢光幕上面 就会看到一些 这样的东西 在这里 行不行 还有啊 看不见到 看不见到 虽然这个样子是很小的 看不见 但很简单的 就会见到这样的事 好了 大理说 可以放大一点 看不见到 在右上角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一个位置 叫Enter Full Screen Mode 按它 按它 Full Screen Mode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 它太阔了 因为它不够阔了 这里 它要scroll左右左右 对吗 对吗 我不如再拉阔一点 在下面 这样的时候 你主要在下面 按来按去 看东西 对吗 其实这个东西 都不够好玩 我还要玩些什么呢 喂 Derek 你这样看的时候 我主持就可以立刻看出这个效果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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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大它 譬如说 喂Derek 还有呢 这个visualization呢 我收小一点 你都开始有点满意的了 OK 我们可以拿到这些资料 又可以砌到这些图表出来 那我还可不可以做一些 casualization呢 是可以 见不见到这里 其实这里是选了feel的 对吗 告诉你 我选了什么feel 把他的统计图做事 譬如选了这个py chart 那才说 可以吗 但旁边还有一个键 叫format 那format可以玩什么呢 麻烦 选颜色 选什么颜色 你喜欢颜色都可以 OK 那当然了 你会说 哇 这个做这个 其实是masualization想死了 那当然想死了 因为有八几个country 可以吗 可以吗 OK 好了 答问题来了 David 不单止这件事 我可不可以做些fancy 一些些 有的 如果特意要做GDP 因为原来这里 有一个东西 叫Map 见不见 有叫Map的东西 这个Map这个东西很棒 按下去 我按了Map的时候 有个Map在这里 接着我做些什么事 我将Country check and drop 拉到这里 跟着在Map上面 你会见到 很多点点在这里 行不行 好了 这些点点都不够个人 刚才我将2021年的数据拉下去 是不是 我再将2021年拉过去的话 这个位置 恭喜 GDP高的地方 那个圈圈就大 GDP低的地方 那个圈圈就小了 见不见到 就在这个Map里面 就出现了出来的了 信不得到 是不是 好了 精彩的地方 未做 现在再看了 喂David 其实现在你这样 show出来的时候 那个样子 都好像叫OK 行不行 大内好像差一点点互动的元素 譬如 怎样互动元素 譬如 我可以按一下这个位置 China的时候 看不看不看 看不看 他就是show China 他就show了一条 我按一下 美国的时候 看不看不看 一声 这个不懂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个 看不看 US 那个 深色了 US 那格 看不看 是不是这样 咦 咦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呢 看东西 这里 by default 他设定了一件事 不过如果他不是by default 我教你怎么弄 看不见到 有个叫做什么 Whistle Interaction 这里是不是有个位置 叫Whistle Interaction 哎 原来我就是主要 如果我穿了一件 whistle Interaction 看不见到 当你按了这个格子的时候 留意在这里 另外两个图 就会多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看不见到 多了些什么 我放回带给你看 Hey 留意在这里 我选了这个图的时候 这里 是不是多了一些这样的公仔 给你 有个浪豆 有个这样的叫highlight 看到没有 有个浪豆 有个highlight 看到没有有两个东西 给你选 对 好了 原来by default 他选了highlight 但是如果你想玩的话 你可以玩什么 那个Pile chart 你可以玩什么 玩highlight 意思就是 在Pile chart里面 就亮了那些 颜色就亮了 行不行 但是下面那个 你可以玩什么 玩的叫filter 为什么呢 留意在这里 我按filter 当你选了filter的时候 留意有什么事件发生 好 留意一下 这个Pile chart 我选了一个叫做什么 highlight 这个是不是 选了做什么 filter 好了我做了一次给你看 我选了China 的时候会怎么样 砰一声 China 着了 下面要显示一下China 它多少钱 大约是超过15k 就介乎15-20k之间 如果我卡一卡 这个叫什么 Japan的位置 公器了 这个就会显示 它的bar又不同了 喂 深收到 接着 这个setter 到时候你做了业 这样的东西 给主子看的时候 他就觉得开心一点 他做present的时候 好像有些互动 有个地图 就好像high一点 那个感觉 行不行 OK 这些是cheap的东西 好 这个行不行 先这个 好了继续 留意下面这里 因为下面这里 都好像Excel 是可以怎么样的 有page 可以改名 也可以加多个tap 看到吗 好 我加多个tap 下面有个page2 看到吗 好了 在下面我加到page2 那又有新的一页了 好了 今次我玩些什么呢 我今次呢 我就想玩 玩这个是什么呢 我用腾讯的data来玩 行不行 这个就是腾讯的data 行不行 好了 有腾讯的data 那我怎么玩呢 好 麻烦 现在我找回来 拉刷先 拉刷 拉刷 这个拉刷 摆出来 拉闯它先 好了 我在这里做些什么事呢 我就将腾讯的year 放在这里 全年的资料 加上什么呢 加上什么呢 加上他的那个叫做closing price 叫adjust close这个price 放在这里 行不行 行不行 乖 我拿一个年了 不行 我怎么要拿一个月 不是 我拿一个日子 糟了 我拿错东西 那怎么办 不要那个很简单 认回它 不要那个year 我改而将什么 date 拉过去 行不行 那就显示 如何 在过往 由2015年 去2017年 究竟腾讯的表现是怎样 行不行 好了 但是这一样东西 都不够好玩 那我要做些什么事呢 这里 好了 接着原来 这里 看着这里 这里有个这样的东西出现了 好 见不见一个叫什么 slicer的东西 好 我选slicer 其实这个东西 你都知道我想玩什么 有slicer slicer 就是刚才我们砌什么 砌在excel里面的东西 那我就可以将什么 将个年份 拉过来这里 我又可以再将个什么 月份 拉过来这边 OK 好了 那 年份 我拉过月份 不行 它不给 OK Drop down list 也不给 算了 all 我选 好 留意一下这里 我只是出个年份 List OK 好 下面这里有个Drop down list box 是出来了 有个size 那这里显示出来的时候 又显示了05年 2017年 对不对 如果我选2015年 KK 的话 它显示2015年 腾讯的表现 对不对 而上面已经选了 叫做 Wistle Interaction 而这里我选了什么 filter 那就是说 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我选了2015年 的话 这个就显示2015年 都要给我看 如果我选了2016年 的话 它就显示了什么 2016年的Drop down 给我看 显示2017年 就显示2017年 给我看 如果怎么样 我全部不选了 我全部不选了 就是2015年 至2017年 全部都齐了 喂 收不收到我说什么 好了 这个也不够厉害 你Slicer 只是把Historical data 这样拍 有什么特别 特别的东西 开始来了 我选了这个东西 原来这里 选了上面 看东西的时候 你见不见到这里 这个Slicer 刚才试了 见不见到这里 有个很可爱的 叫Anamity的东西 见不见到 其实这里照选 原来这个图 如果选择Format的时候 它下面这里 可以照选择Format的颜色 Border 这些东西 我就不多跟你说了 Port Area的东西 你可以慢慢回去试试 但旁边的右手旁 又叫Anamity 这东西 就正了 行不行 正在什么地方呢 留意了 见不见到 一个你的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的名字 就叫Chanai Chanai 还记得是什么 看东西 我们这里 Chanai AKK的时候 你可以跟它说 我加个Chanai 看看这个equation 是什么 行不行 Chanai 这里可以改名 这个叫做什么 叫LinearChan 先说 OK 我改名叫LinearChan OK 在这里 我会做了一条什么 Chanai 它就会有条线 显示给你看 行不行 好 留意一下 这条Chan 它更加厉害 比我们之前更加厉害 在什么地方 留意一下 是不是有条Chan 出来 2015年 是跌的 它不是斜斜的 2016年 上的就是上 2017年 上的就是上 如果 它也是上的 是2015年 那些糟糕 就是斜斜的 去向下 你看到吗 还有 它的Line Analytic 还可以玩什么呢 看清楚 它还可以玩什么 不同颜色之外 还有什么 你可以做一条Chanai 知道Chanai通常是做什么的 如果从股票角度来说 你可以加上它 告诉它 你看我多少钱进去 那就是整个Chanai 你看看 现在究竟我是怎么样 我是在亏还是在赚 加一条Chanai 例如假设 我怎么样 我很幸运 我是150元的时候 就进了这个偉大的腾讯 行不行 那怎么呢 就是整个Chanai 就叫什么 Chanai 01 这样才说 OK Chanai value是多少 我就是150 我更加幸运 120元买了腾讯 接着呢 我告诉你 我做了一条线给他看 就是什么呢 就是红色的 行不行 这条不够深 这条不够深 这条 我做了深红色的 150元 我买了腾讯 那这条永远有一条Chanai 就告诉你 你120元 你120元买了腾讯 你就这么傻了 行不行 但你说 看资料好像看不准确 不如这样 我当我亏底一点 我150元才进去腾讯 是 那时候那条腾讯 你的Chanai就来到这里 到时候你可以做回adjust 你会看到 喂 其实我是有多好处 不好处 行不行 到时候也是可以配合到的 嘿 2016年 2017年 2017年就数了 2015年就怎样 摔倒下去 看不见到 效果就是这样 好了 这个都 这些可以这样做 不再多说下面 minimum line 和minimum line 还有另外一个 叫平均线 平均线 可能是炒股票经常用的 有没有听过 什么叫52周平均线 我告诉你 不如这样 我把自己的Chanai Chanai Chanai 先拔走 我又将这个 我免得这么眼花 令到你们 可以吗 这条平均线很棒 因为那些伟大的财金演员 其实就说 现在你的股价是高过52周平均线 其实是什么来的 很简单 叫做FH line 就是这条 现在这条叫做52周平均线 FH line 1 OK 我将它改个颜色 改它做什么 紫色 OK 记住它 这条52周平均线 还有 Transparency 我不要50 我要深色 OK 这样 好了 整一条平均线会怎样呢 好 这个就是怎样呢 就是162周 164周的平均线 行不行 如果我要看2015年平均线就是这一条 2016年那条就是这一条 它将那年所有股价加起来整一条平均线就是这条 明不明我说 那你又说什么 几周平均线 几周平均线 不好意思 这个Power BI 一下按出来就完成了 多谢你财金演员 你搞什么鬼 我以后不再看这个叫财金分析 行不行 所以为什么我需要你这帮财金议员 有了这些通知之后 他自动帮我弄好了 已经 以前要计算的 今时今日 计什么鬼 一按就出了 行不行 这个都不够好 你不是这样 他还要配合一个filter 就是东西 你配合一样 这些就是老板喜欢的东西 要预计 立刻计算 这才是真正的dashboard 开始像样 这个dashboard 不可以叫真正 开始像样 再真正一点 是要怎样呢 就是现在这只 听着 还可以说什么呢 我平均线是不够的 我说什么呢 percent 看来拉这个更加厉害 这个可以看一下 我究竟多少 percent是赚钱不赚钱 不过 我先说最后一个 因为时间关系 说forecast forecast 这个不需要多说了 这个是什么 project 究竟腾讯会怎么走 行不行 好了 我加一条线 project 行不行 project了什么呢 我看一下forecast length 我会估多少天 10个point就是估10天 那现时的data估10天 是怎么估 跟着就告诉你 要ignore之前的一天 通常你说什么叫ignore呢 ignore的时候 就用来做buffer位 让他不要影响到我future那些计算方法 但这个你可以 可以打0的 不需要8 任何point 但这个一定了 选择什么 95%confident interval 这个是业界标准 行不行 你和你老板都说 都是这样说的了 事实上 t都是说什么 opto 那就没死了 按apply 好了 apply 这样的时候 留意了 apply完了 apply完的时候 看不见到这里 是不是多一条forcast 行不行 好了 再留意一下 如果我加2015年 他的forcast是这样 2017年是这样 如果我把它全部计算 的话 我forcast这几天 就变成股价是这样 mouseover 他还要怎么样 有些微调 让他见到 我估计这10天会是这样的数字 行不行 他还要怎么样 我会告诉你 upper班和noer班 是多少 会分成这个范围 怎么走 喂 大哥 今时今日读什么数学 我真的在做鬼 我是怎么样 我只要懂得 用这些工具的话 我要的东西 什么都齐了 forcast什么都齐了 到时就做好 这个表 接着你老板 就怎么样 你帮你老板 射好表之后 你老板就可以好型地 告诉你我forcast是怎么样 用iPad展示给客人看 就很漂亮的做出来 当然了 至于其他的图 怎样砌呢 你就慢慢研究了 他最主要是砌什么呢 砌不同的图片 可以吗 收拾好 data之后 做Analytics 这样展示给你看 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Power BI 可以吗 当然了 做好这个report之后 最重要是做什么 就是要 告诉你老板你搞定了 那怎么办 看着 我save它 然后你的report叫什么名字 我这个report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 cast at 2106 2017 我今天这一堂 save它 搞定了这个report 好了 再接着 在 这里 我们可以怎么样 还有些东西可以玩的 这里 你见不见到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键 你可以save as way save a report 甚至乎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export它 变回了一个power point 行不行 这样 就已经搞定了 这个就是最简单 最简单的power BI 就是这样做法 现在 现在 各下 你部机 即现在你的帐户 已经有了power BI 行不行 你回去麻烦自己玩一下 砌一下这些表出来 那你到时候 你不见到就是说 拿些资料进去 接着效果会是怎么样 接着你老板 你会不会用这个方法 去砌一些英俊子的report 给老板看 行不行 好 好了 比如来到这里的时候 刚才叫做Active Report 行不行 见不见一个叫Reading View 见不见了 有叫Reading View 在Reading View的时候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分享给你的老板主子看的时候 它没有了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了 再放大一个画面的话 就是这么有型的了 yes 行不行 按这个 出这个 按这个 出这个 见不见了 好有型的 按海洋 然后就出了所有Data 行不行 就是这样做 是吧 一点都不难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新的File 就是新的File 这个不是新的File 我直接是怎么样 这里 我直接不是新的File 我会是新的File 我会是新的File 是怎么样 这里 呃 等一下 我就新的File 这个方法将会是 这里上面 我不知道你见不见到 见不见到 Wordspace MyWordspace 见不见到 顶上这里 我按Wordspace的时候 弄出来的时候 见不见有Dashboard Report 是不是有大质的东西 是吧 嗯 如果见到Report的话 这个就是Report 见不见到这里 好了 接着呢 我就可以将 这个这样的Report OK Kick它 接着呢 我这里 看一下它好像有没有 穿到Chin 等等 很快很快 很快给你 Report 看一看 咦 搞什么鬼 这个 这个 嗯 看一看 它还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 叫Share 不好意思 我要立刻按Share 看看 Publish 看看 Create and Better Code Publish 这样 这里 这样做法 这里 File 见不见到 其实这里 叫做Publish to Work 见不见到 如果你想给别人看的时候 然后呢 你就按什么键 在这里 把这条链 选择 发给老板看 这样就看到了 行不行 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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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是可以不链 如果这个 它收到电邮的人 就会卡到 这个 是可以不链 行不行 嗯 嗯 那是不是限于我们 我们的 例如 发给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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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是可以这样的 不过 听说 听着 现阶段 因为呢 我收到 Microsoft 如果是ITS那边呢 因为觉得 分享给外面 太危险 所以 现在大家先享受了 到时候 它可能会拉回头 是不可以分享给别人看 就是在Internu看 又或者 如果客人 要看的时候呢 他一定要订阅进去 要有个Microsoft币 他才可以看到 明白我说 就是暂时现阶段 是可以通街 什么都可以的 但是日后 因为Microsoft 因为我们公司 想的Security高一点 因为 你知最近 有一部机 买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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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那部东西不关事 听说是在仓上出事 因为仓上的机 没有人管 等一二个 是不是 我记得 我听ITS那段 是不是 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 只是一部机 一部机没事 还要在仓上 那部东西 中毒很正常 哈哈哈哈 他上了网 他上了网 明白我说什么 很正常 但问题是不推Patch 他真是很厉害 那一刻又是厉害 所以 是很害怕的 所以他什么都想念 一些 现阶段是可以分享给别人看 行不行 OK 你尝试玩一下这些东西 但是 Be honest 如果说fancy 帥子一定会 行不行 但是说那个Facibility 我觉得Power BI 是正好多的 明白我说什么 OK 看要求什么 OK 还有啊 如果你想玩呢 订阅iPad 放在iPhone版的Power BI 放在一起 是正到无论的 你下次试试 如果做% 给老板看 就怎么样 懒型地用Power BI 砌好了report 接着用iPad 或者iPhone show 给你看呢 多帅啊 行不行 想想 OK 好 我今天说到这里 记住 签名 签名 我会把这段影片 伸回给大家 行不行